观点 时事 教育 生活 财经 科技或流行 让我们分享不同的观点 拓展我们的眼界 江敬酒 杯莫停 陈夫子 烹茶煮酒 谈人生摆态 看事实变化 各位德州中文台的听众们大家好 我是陈夫子 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论点 是虚伪的怂高 就是说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标语 口号 咋听起来都非常的怂高 非常的高尚 因为中国人比较喜欢 用大的标语和口号来做事情 或者说一种运动 要做某一件事 或者欢迎某一个人 都会出现很多的标语 口号 所以 有人也说 中国是用口号来治国的 用标语口号 已经变成一个风气 本来有些口号说你很怂高 看上去好像都很完美 实际上你要细看起来 很多东西都很虚伪 譬如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中国很多的口号就是大功 大功无私 要很多私自一闪念 要提倡用我们的生命去保护国家的财产 你这样一听起来好像都没有什么问题 当然 人性其实是有私心的 不可能没有私心 任何人你做事情 在生活中工作中 如果没有私自 没有私念 是不可能的 特别说 很多私自一闪念 这可能吗 不可能 这有点虚伪 就算 任何的伟大的 政治家 文学家 到平民 你都会有自己的私心 自己的私人的时间 要是你在工作中 或者说做某件事情的时候 家里发生事情 父母或者儿女 病危的 你要不要放下手上的工作 去看望你的父母 看望你的儿女 这是一个很正常 人的特性 人的概念 一定是家里的父母 儿女是最重要 手上的工作可以晚一点做 所以这些口号 听起来好像真的是高大上 其实虚伪 而且我们再看 用生命来保护国家的财产 国家财产也好 私人财产也好 当然应该要保护 不能够把它浪费 或者说毁掉 但是 我们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经历过一些事情 可以举个例子 那时候有一个叫 金逊华的知青 在安徽 因为大水 发洪水的时候 洪水冲了一些电线杆 电线杆是国家财产 你冲下去 结果他就跳到河里面去 救那个电线杆 就是说 不要让他冲走 最后 连命的打赏 命没有了 自己的命没有 就是 保护住那个电线杆 其实电线杆 你怎么能保护住呢 大水一冲 往下走 它本身是不会消失的 只是从 某一地 冲到另外一个地方 但是如果在力所能及的 不危险的时候 你把它挡住 不让它流走 不让它飘到别的地方去 都是很正常 但是你说 为了不让它飘走 把自己的命 搭上去了 这是很不值得的 因为人的生命是宝贵的 一条电线杆 或者说 一大牌的木材 它怎么让飘 只是飘到另外的地方 不会消失 就算消失 它也没有人的生命重要 所以 你在不可能的时候 你就不用管它 让它飘走 等水势一停的时候 它还是捞回来 不能够说 要保护它 就把自己的命 献出去了 这是一种 非常不理智的 但是 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下 为了表扬这种行为 大肆宣传 要人家学习 金逊华 所以在那个年代 如果你是读过书的 上过学校的 都知道 这个名字是很出名的 金逊华 是一个劣势的变成 我们要向他学习 我们学习什么呢 它 就是因为 受这个教育 我们要生命来保护国家财产 结果 他就为了保护一根电线杆 其实也保护不了 电线杆不需要保护 把你的命 无缘无故地搭上去了 这就是一种 很不值的行为 不应该去做的行为 因为生命 不是这样随便地去浪费掉 还有一个 我记得在广州的 一个公厕所里面 就公共厕所 都有一个大的化粪池 每天都有那个汽车 把那个大粪 抽进汽车里面 再拉走 来清理 那个化粪池 有一天 有一位工作的人员 不幸 就把那个手电筒 掉到那个化粪池里面 化粪池很大的 他想 这也是国家财产 结果就要去捞 一下去 就上不来了 那个化粪池 那个气味很大 人一滑下去 你捞了电筒 电筒值多少钱 你值不值得去 把那条命 去换个电筒 因为他觉得 手电筒 是国家的财产 在那种政治教育之下 他觉得要应该 奋不顾身地 去把那个国家财产 捞回来 结果一下去 人就没了 但是呢 也宣传说 他为了国家的财产 要献出生病 我们应该要向他学习 这就是一种很虚伪的 所谓的 崇高的理论 本来他这种行为 无可废厚 但是你把命 去换一个手电筒 是不值得的行为 也不应该说宣传 要向他学习 应该说 这种手电筒也好 什么东西丢了 丢了就丢了 这种损失 不值得拿生命去来换 所以我今天说的 就是有些很 崇高的口号 所谓崇高的理想 有着非常地虚伪 你看那些 不断出现的贪官 或者说 昏官 他们的事情 比谁都重 不然的话 为什么贪那么多钱 他要求别人 要大功无事 要狠斗 失这些闪念 但是 底下你干尽了一些 肮脏的事情 所以我们说 所谓 崇高是非常虚伪 虚伪的崇高 有时候比堕落还要坏 害人不起 我们经常都会出现 在社会上 在生活上 如果出现了事故 出现了天灾 或者说 你在工作中 在开车中 出了车祸 出了工商 那么第一个问 人有没有问题 想要是人的生命 人没问题是最重要 你就算病危了 或者说给这么东西砸到了 受伤了 大家关心的是 人没问题吧 对不对 所以 人们的概念 正常来讲 就是人的生命是最重要 财务没有了 钱没有了 其他工具没有了 还可以做 还可以重新买 还可以重新去 要回来 都可以砸得到 人的生命 没有就没有了 所以 我们在生活中 在工作中 有时候遇到一些 高喊口号 表面上 听起来很松高的 我们不应该 盲目地去信任它 盲目地追捧 因为 有很多松高 其实是很虚伪的 我们应该脚踏实地 勤勤恳恳地 把生命作为最主要的 做好自己的工作 顾好自己的生活 这才是我们生活中 最主要的 我们不需要的是 太过虚伪的口号 太过虚伪的 那些标语 什么目标 这都不现实的 谢谢大家 我是陈夫子 今天跟大家 讨论的论点是 虚伪的怂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